Hello,大家好,我是阿炒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汤鸡蛋面最好吃的做法 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做的话 你再也不用去面馆吃了 自己在家做的清汤鸡蛋面干净又卫生 而且它的调料也不会太多 做出来云阳美味又特别的好吃 像我这样做出来,我家小孩子抢着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做清汤鸡蛋面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面条也很重要 好的人都是选择这种扁的 其实我们做清汤面用圆形的面条而且是比较细的 这样做出来的面条比较有嚼劲 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好 面条准备好以后我们先放一边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把香菜 把香菜切成小端 香菜切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香菜放在一起 接下来调个料汁 我们准备一个大碗加入一块猪油 一小勺食用盐 少量的鸡精 来一勺五香粉 再加两勺的生抽酱油 再加入一勺熟芝麻增香 一小勺虾米 最后我们把泡坏的紫菜也加入一点 然后把香菜和葱段全部加进来 接着我们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压之后我们放入一个鸡蛋 把它煎成荷博蛋 我们煎荷博蛋的时候开小火 慢慢的给它煎制 这样煎出来的荷博蛋也不散花 吃起来也够味 荷博蛋煎制定型 再给它翻个面 把另一面给它煎制定型 这样煎出来的荷博蛋非常的鲜嫩 大人小孩都特别的爱吃 吃起来也一点都不油腻 荷博蛋全部煎好以后 像这样子放到网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口锅 锅中倒入大量的清水 水烧开以后 锅里就会冒密集的小泡泡 像这样子就开了 水开以后再把面条给它加进来 我们煮面条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冷水下锅 如果是冷水下锅的面条煮出来不容易熟 而且煮出来的面条也不好吃 所以我们煮面条的时候 一定要用开水先下锅 把面条给它开大火 慢慢的给它煮 走至有浮沫之后 我们要捞出来不要 然后用筷子不停的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再把鸡蛋给它加进来煮一下 把鸡蛋煮一煮 吃起来就不油腻了 我们煮面条的时候也不需要煮得太久 煮个三到五分钟左右 一定要不停的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以后我们加入一勺冷水 这样也叫点水 这不很重要 让它冷却一下 这样吃起来的面条比较有嚼劲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费的小手给我鼎个赞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煮到像这样子再加入一点清水 把面条再次给它冷却一下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根根分明 不会粘连在一起 煮出来的面条非常的有嚼劲 特别的好吃 面条点水两次之后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面条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根根分明了 只要用筷子轻轻的给它夹一下就断了 就证明已经熟了 面条千万不要煮到十分熟 七分熟就可以刀出来了 然后把清汤舀出来 放到料汁里面 大概这里要放三勺到四勺左右 放进来以后 我们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把猪油给它搅至融化 再把面条一夹一夹的全部给它放进来 这样做出来的清汤面 真的是吃起来非常的够味 而且把鸡蛋给它放进来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了 这样做出来的清汤面 不管是家里老人和孩子特别的爱吃 像早上我们做上这棒一盘的话 你再也不用去面馆吃了 自己在家做的面条干净又卫生 也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 而且里面还加了荷包蛋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其实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要按照我这个步骤来的话 三分钟就能轻松的掌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